《翻滾鼻兒》 《翻滾鼻兒》 稍微講一個比較是 應該說不能講嚴肅 而是說 我在台灣 其實看了動畫很久 各位可以看到我第一個作品 那個 《翻滾鼻兒》 他其實有點是在諷刺動畫工業 有點在諷刺動畫經濟 就是沒錢難辦事 就是現在提到這個 動畫這樣的事情 那這是我長期以來 有點反對 反對的事情 我覺得 他不要是給一些 專業拿來娛樂 大眾的 等一種問題 他應該 我不曉得我講話還有 他應該是 讓所有的作品可以參與的 所以 我這次的作品裡面 其實看得到 我認為 大約你們 應該是半個小時之內 就一定可以看我的作品 但是我希望有可能的話 觀者 回去 這些作品的觀念 可能可以影響 大半輩子 也就是說 他其實 回去你都可以自己做 他沒有任何太困難的技術 也沒有任何太困難的學問 但是 只有一個很簡單的結論 就是 看了會不會讓你快樂一點 看了會不會讓你心情好一點 有人講是療癒 我本身不覺得他是療癒 我其實是 背後是很元素的一個過程 剛剛有跟各位報告 他其實是一個 經歷過好像是一個死亡的人 過程之後 我不太去談死這件事情 而是 無生命變成有生命這件事情 這個變成是 我去談比較正向的 這樣的過程 那 簡化是這個 這一次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東西 也就是 我其實 我專長是做3D動畫 你可以看得到 就像 電影裡面看到的 那個其實是很耗人力 很複雜 花時間 很需要 多人的來完成 而且更需要就是錢 但是我這次用的方式 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把嘴裡 畫成一個純粹的形式 就是回到 我問各位 你為什麼要看動畫 動畫它存在的意思是誰 用這樣更純粹的話 來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的東西 基本上 有撿來的 人家不要的垃圾 那 我 賦予一個 角色感 很簡單的 一個眨眼睛的動作 這個都是人跟人之間傳遞裡面 常常會需要 那 如果 這樣的東西 可以 其實 各位會覺得說 你會不會 大費周章 只是眨眼睛 搞一個機械在那邊轉 會不會太複雜 可是 其實它的背後 講的就是 我們認知的 視覺戰流的 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要不是這樣的 戰流的方式去轉動 其實你看到的是一個 一個模糊的表情 也就是說 你看到的是一個 沒有辦法重溢 任何訊息的東西 透過這樣的 很簡單 古老的方式 我把它放大 到各位 可能可以好好去思考 體驗 尺寸跟大小 它看起來 不會是個玩具 它比較像是 你要去尊重 去介入它的 有不動的作品 所以我其實是 試著用這樣的方式 來告訴大家 其實 東西可以很簡單 但是我們是不是又回到 活化 原來可能沒有太具有意義 或是不太具有生命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到一個 活化 Animate 這個概念 這個聲音 這些東西的聲音 很簡單 這些全部都是人家 不要的 3D 列印出來的東西 全部都是人家不要的 可是 我要的 我要的 那 或者對別人來講 那就是不要的東西 可是 對我而言的話 這樣子的一種 當下 你對3D 列印的 消耗品的氣質 其實 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 它是可以再被活化 它可以再被附生命 所以這個作品 就是我 再把它做成一個 可以跟你對話的一些小角色 所以你看著它 有小口 小毛 有人 它 現在有對話的聲音 就是 再一次的 我們想要透過這種 所謂復健的轉化 來跟各位 講ık很多東西 可以讓它再賦予生命 Animate 這個 Survego 翻成 賦予生命 我覺得太慘了 sitä 簡化怎麼 我畫這樣子 那空白 這個其實 是我最近一直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遇到空白 我們會做甚麼事情 答案嗎? 貼東西進去嗎? 或是,它就是一個慌慌的形式嗎? 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想像 它可能是一個運轉的世界之下 你暫時的介入跟存在 它可能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很喜歡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回答我們認為的事情 就像我的Motion Print的概念 那個匡匡就是所謂運轉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的生活沒有太多運氣在運轉 那個運轉對各位可能是模糊的 可能不太具有意義的 可是在運轉的過程裡面 我如果只取一秒鐘二十四個的時候 它的運轉就產生意義 也就是它的視覺連續的動作會產生連貫性 那這樣的控板就會被活化起來 這個就是我Motion Print的概念 在那邊